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 COM4 从头到尾 SPM 冲刺版 那 今天这个视频 是给Sajara 科目啦 那相信你们这些 能够点进来 这个视频的人 相信都是可能 只是想要学好Sajara 可能对Sajara 觉得迷茫 感觉学不好 或者就是纯粹 从小 小学读Sajara 中学读Sajara 然后现在上了高中 还是搞不懂Sajara 可是这次高中了 我要SPM了 所以是真的需要去 去搞好这个Sajara 的时候了 那今天 我就是 来 给我打广告一下 给我告诉你们 为什么你们要上我这个Sajara 课 为什么它会是一个 很有帮助的课堂 然后 怎么说就是为什么 它是跟其他 你们在外面批击 什么是与众不同的啦 那讲很多东西之前 当然是要做一些自我介绍 对吗 那我就来做一些自我介绍 那 你们可以看到 好啦 那就是 我是Mr.Lo 或者我姓刘啦 可以叫我刘老师 或者是Mr.Lo 我比较会用Mr.Lo 这个名字 那我当然就是 教你们FORFOR Sajara 那 我这个人 为什么 我来教Sajara 为什么 我 不可以其他人教咧 那我就来 哈啸一下我自己啦 那其实 讲一下我的资历 首先 我是在SPM 拿到9个A加的一个学生 当然是包括这个Sajara Sajara Sajara当然是拿A加啦 不然我教Sajara 为什么 这样 接下来呢 我也是个JPA 公共服务局的 政府奖学金的自由者 所以 我就是拿着这个奖学金啦 所以 怎样讲呢 就是我现在在9个大学嘛 然后 这个奖学金的确也 帮助我很多了 算是一个免学费 宿舍费 生活费 都会包在一起 那如果你们也想要得到 这个奖学金 记得Sajara 一定要考好来哦 要Join我的Class咯 那接下来呢 我也是这个 对啦 这个历届的这个 POWER UP ACADEMY 梦想充电站的这个老师 那之前我也是有教过 就是POM5 POM5 POM5 从头到尾 SPM重置班 我也是有教过那个 刷题班 教过那个刷题 那在我 教过的这些学生 有超过200位啦 这个新加拉的 所以不要玩玩啊 不要以为我是那种 外面随便一个 MOLA MOLA 那是过来的一个人啦 OK 那当然我现在是在 读着大学 我是在UKM 读着国大 UKM 国大 读着医学系 然后 成绩也 维持到相当不错啦 也有维持着 DINSEAS DINSEAS 就是我们 一个成绩比较好 最近的LINE OK 讲了这样说 为什么教SERJARA 为什么我要教SERJARA呢 OK 首先 我对SERJARA的掌握能力很好 因为我 从我 SPM那时候 我就明白一个道理 SERJARA 是不能靠死飞的 我要讲的是 我领悟这个道理 不是讲我理解这个道理 当然这个道理 我相信很多人都理解啦 很多人都懂 SERJARA不可以死飞 这些 每个人都听过啦 可是为什么 我 讲我是领悟到呢 就是因为 我其实是可以 时间的折磨 我是觉得 SERJARA 我是会用一种 比较 故事啊 或者用一种 容易明白的方法 去 去学SERJARA 那当然 在我这个通知班里面 我就是会用这种方法 来受教于你们啦 去受课这样啦 那下一个 就是因为我对SERJARA 有兴趣啦 这个是很重要啦 那你们就讲 不是 不是 我对SERJARA 没有兴趣 这样我就是 不可以了啦 诶 这样也不一定的 这样我觉得 我这个通知班的 除了要让你们明白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是我希望 你们 透过这个SERJARA 班后 你们会对SERJARA 有些兴趣 因为 其实科目不是讲 你一开始没兴趣 就没兴趣的吧 我觉得呢 没兴趣有个很大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 你不明白啊 你就觉得他很闷啊 因为如果你死背 然后老师也教到 好像死电梯 就很闷啊 可是 我希望就是通过 我这个课过后 你们会 会 觉得 哦 原来SERJARA 也是一个好像很轻松 也是可以很好玩 其实也不难啦 很轻松 这个科目 而且SERJARA 我觉得底下很多科目 很轻松的 你数学科学 你还要去试啊 去算啊 如果你有读 Physics 你要算 我就 就很烦啊 可是SERJARA 你有兴趣 你读了 你理解了就可以了 然后可能他有一些 facts 你要去记 可能一些人名 年份 当然那些考试比例也不多啦 事实之外 你明白他 其实 你就可以考到很好的 所以SERJARA 其实很容易 真的 OK 那当然就是 所以 接下来就杜绝死非啦 我跟他们讲的 因为我觉得SERJARA 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其实我 Prepare Fung4 SERJARA Fung4 SERJARA 其实这些SERJARA 都是近一两百年发生的事情啦 大多数啦 包括你的独立啊 热战时期啊 这些是 7-80年这样子 可能热战时期 日本来打仗 之前你都听过啦 可能你的 公公婆婆啊 都会讲到啦 所以 所以 You see everything is in our life SERJARA 它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 这些东西可能到今天 还会影响着我们 肯定是 还有东西会影响着我们啦 包括来可能以前 英国留下来这种 学校 是有什么华人学校 大女儿学校 你看到今天 才是这样子啦 所以你看这种东西 其实 SERJARA不是想完全跟我们 没有关系 它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 这问题是可能 平时我们学SERJARA 的时候 就没有去把它relate起来 这样你就觉得SERJARA 跟你很表演 今天 你上我的课 我要告诉你 SERJARA 跟我们 It's everything related OK 全部东西都是能够去relate的 这样子 你relate在你生活当中了 你其实也不用太过去 去背它啦 OK 就很自然的自然就记着了 你有试过来 你要特地去记 你生活里面的 Let's say 怎么讲 你生活里面的细节啦 比如讲 你需要特地去记 你平时可能你的钱包放在哪里啊 或者是你需要特地去记 可能 你 怎么讲 你每一天吃早餐啊 Let's say 或者Let's say 你需要去记 你 你 你在读着什么书 这样子 你去哪里读书 这样子 或者你每天早餐 去哪里吃 这样子 不需要对吗 你不要特地去记 这样的东西啊 因为它就是 跟你信息相关啦 所以我就是要把Sajara 变成一个这样的东西啦 OK 这接下来当然就是 讲讲说 这全部概括起来 就是我要传授 这个学习Sajara 真正的意义啦 就是讲 Sajara 它真的不是 不要当是一个科目 或者是一个很难记的东西啦 其实 你换一个方向起来 它真的是容易记很多啦 at least it work for me 我就可以拿到A bus 这样子啦 但最后就是 就是因为 Sajara 是一个很重要的科目嘛 Sajara 挖进Luluf的一个科目嘛 没有Luluf 你就拿不到SPM文凭 所以我觉得 我想要教Sajara 就是因为我觉得很重要 然后 我想要帮助更多学生啦 OK 我可以帮到你们 面子来 其实算是 自己也开心的样子啦 OK 希望能够 可能未来的几年 可能你们 有一些 是原本的 拿不到SPM文凭 可是上来我恐怖 冲刺班 可以拿到我的影片 其实 也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吧 当然 我只要让这个 冲刺班 当然目标也不只是要 拿这个 Wadget Luluf啦 当然不需要拿Luluf 不需要拿Luluf 我可以讲 上来我翻过后 拿A plus也不难啦 OK 如果你要拿A plus的话 或者没有 你只要拿Luluf 或者你只要拿 那个比较好的 可能B价就说 我这个冲刺班 都适合我 好 OK 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这个 我们的 这个 这个 我们的 这个 有什么内容啦 我就来这边看 大家可以看到 哇很长的一个 桌子哦 像很长这个桌子 其实 它有 怎么讲呢 就是有概括 一个什么 概括的什么东西呢 像 我会在后面跟你讲 其实在这边 我会慢慢一个一个跟你解释 其实 其实 从Foxjara学到什么呢 从Foxjara 其实就是讲 马来西亚 近这一两百年前 是如何从这个 英俊明西区 走到这个 铺里了啦 OK 到来一开始 可能我们会碰到 The Garen Boxer 过后 我们会讲到 Nationalism 就是 讲我们这种 民族主义的崛起 就是 以前 英国殖民我们嘛 英国殖民我们过后呢 他们 就开始有这种 民族主义就是讲 诶 我们应该自己 统治自己的国家 马来西亚管 马来西亚人管 马来西亚人 后的党首次 马来人管 马来亚人 这种就是叫Nationalism 就慢慢有这种精神 就开始会反英国 之类的 这样过后 到Bugtiger 我们就会讲到 Ferang Dunia 就是世界大战 世界一战 世界二战 就 日战西奇 包括日本来打我们 这种东西 过后 就会讲到 Bugtiger 1948 就是那时候 英国 它开始是给我们 制制 这样子 这种东西 给我们看 政治 这种东西 就是 1948 当然 这个东西 也是后来 慢慢促使 马来西亚 去一个 Gerara Merdeka 就是慢慢 开解 System Ali 放自己的政府 有自己的 比雷和 就后面 因为我们国家 不是讲 今天 中国管 明天 就当然放手 给你独立 而是 它需要一步一步 这边放一点 那边放一点 可能分数放一点 然后教你怎么去大选 教你怎么去管这个国家 慢慢去给你这个独立 所以我们整个世界 其实就是在慢慢看这个过程 当然还有communist 你可以看到communist 就是讲 我们这个 那时候马来西亚有共产党的威胁 这样为什么会有共产党 有 particomnius 马来亚 NPAJA 如果你不懂这些是什么 我都会在课堂里面讲到 Bintang Diger 这些东西 这样其实这些都是 我们共产党的威胁 然后我们国家 怎样去克服 慢慢 怎样去 去 追寻 追寻独立 然后到最后呢 Bugs Blue 就会看我们的国家 Merdeka 独立 就是我们的国家 有做一个本人巴卡案 写我们国家的一个宪法 就是我们最高法律 然后到最后就是 走向独立 所以就讲 诶独立过后呢 就是讲 Saba Sarawak Ping和Ping 变成马来西亚 这些东西 这样这些东西 是在Funk5 十加兰的时候 还会写到的 所以当你到Funk5 可能你可以 Join我的Funk5 通知班 那时候我就会 再写一次Funk5的东西 这些Funk5十加兰 你看我用Funk5 我就可以讲完 整个Funk5十加 到底就觉得什么了 可能有些人 读一整年 你老师都没有告诉你 你其实也不明白 整个Funk5十加 是觉得什么的 所以这个就是 差别了 所以我就是 在课堂里面 把所有内容 详细解释成 那个故事先 因为我会 把全部东西 就是以一种 讲故事的方式来呈现 然后就讲 十十倍 我会解释 每一个内容 然后告诉你 其实 它整个Flow 就是这样子 你看我这样子讲 可能会不会比较 至少 虽然你现在还有 很多人不明白 可能我讲 community 你没有读书 你不懂是什么 不是不算叫他们来 1948 你不懂是什么 可是at least 你有那个概念 你懂吗 英国管 然后民族主力 我们要管自己 那里马人 站起来要反抗 然后世界大战 日本反来 日本反来 英国又回来 要给我们独立 可是又有共产党来威胁 可是到这 我们一步一步 分成手 这样独立 这样子 这样子 不要有那个故事 这样你get到那个区别 就是在这边 OK 这样我怎样教呢 因为你们有十五堂克 所以你们十五堂克 我是这样子分的 十五堂克 十个Bug 你可以看到Bug 第一堂克 可是Bug Duel 会拿到接下来三堂克 Bug Duel 也是接下来三堂克 然后Bug和Bug 就是拿两堂克 做后面的一堂克 一堂克 这个Bug 这个为什么分到 这样奇葩 这样可怜呢 其实就是因为 这个Bug Duel 跟Bug Duel 它差很多很多 比其他Bug 也在我 也是分配到这样 是一个 你们是一个 最好的安排 OK 所以你们可以 screenshot下来先 这样过后你们就懂 我就这样子教了 过后你们看我 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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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那个video呢 比如讲Bug Duel 还有分班 我就写才Bug Duel Bug Duel 这样子 让你们能够去分 这样子啦 OK 所以我的通知班 有什么特点啦 这个就是Selling 我要卖我的通知班 的时候啦 首先呢 就是我的通知班 动智不动数 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以前也是有教过 Live的班 就是一个小时里面 教一堂歌 就是Live 其实我觉得 不好的原因是 我一定要在一个小时里面 教完这样 其实到后面 有一些内容 我提不到 我就会讲到很快 但其实对于这个 传统小时 对于讲故事方面 都不是很好啦 所以我觉得这次 给我 我以这种模式来教 可能就是很好 因为可能我 超过一个5分钟 10分钟都还可以 这样 我的通知班呢 不管用多久啦 我都不会去 可能到后面就快快 我会去中它的质量 最重要是要达到 那个意义 你懂啦 就是讲到那个故事 能够让你们去明白 那个是我 不只想成是最重要的啦 而不是那个速度啦 OK 虽然讲叫 充斥班啦 可是 还是需要这个质量的嘛 这个就是我充斥班 能够保证的东西 接下来就是我的讲义 或者是我的Size 我那些Note 它是内容完成的 然后设计精美啦 OK 我用Canva来设计的 肯定精美啦 虽然我不是Design的 可是 at leastCanva好看 可是我想讲的是 内容完整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我这个讲义 这个Note 跟外面的不同 外面你们看到 它是Point Form 我的也是Point Form 可是我会用一种 比较完整的剧情去写 为什么呢 当然这个是因人而异 可是我本身的经验 我觉得 除了一个完整的剧情 能够让我比较能够了解的 这样 这样完整就不代表它很长很长啦 其实 我也是有把Arrange 大概排过了 所以还是看起来比较好的 这样 比起可能Point Form 如果太简短的话 如果有一些内容又不在的话 这样反而就是 有一些东西我没有Input 在里面就 就 不好啦 万一考试速还是 有时候我觉得Point Form 太短的话 它会让内容断断续续 所以你就不能去明白它的故事 That's why我会要一个内容完整 就与众不同啦 一个内容比较完整 还有数据新闻的 一个Note 这样子啦 所以你们过后就可以拿Note 当做Cup本的体育 这样子啦 你们要快速读的时候 你们也可以多Note 而且它是比较完整的话 它也比较完整 这样子啦 已经quite good啦 其实因为我的通知班 是 我是 坚守着这个道理 去明白是好多准备的 我是 我是一种讲故事 这样子的模式 去给你们 就是要给你们去明白 而不是要你们去Stay 所以我是会 慢慢一个一个碰去解释 然后 是让你们去明白 它到底在讲 它在Upboard Form 这样子啊 有一点粗鲁啊 这样子啊 OK 总之就是要有一点 给你们去明白啦 真正去了解 去领悟到啦 这个程序版里面 我讲这个内容 这个道理 看接下来就是 我会 以一些小故事 的方式 就是 你不是讲小故事 就是一种比较 讲故事啊 跟你用一种比较 比较随和的这种方法 让你们这些学生 都去 真正去体验这个List 到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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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讲什么啦 这个List 到底是 一个小故事 能够让你们 到最后是 让你们觉得 历史是在很周围 圆着你 而不是一个 跟你很遥远的东西啦 这样最后 当然就是讲 我们这个程序版 是很适合每一位学生 不管你是A++的 要买A++ 要及格的 要什么 都很适合你啦 为什么 因为 你看啊 我是有一个方法 你要讲一个方法 一个方法 一个通知班 我怎么可以认识的 我学校可能分班都要分啦 有好的班 不好的班都要不同方法 调啦 但其实因为我这个通知班 主打还是这两个字 就是要明白 OK 所以 不管你是谁 其实都能够帮助到你 提升的程序啦 如果你是 因为不明白 可能不及格 你明白的话 你就可以及格了 你怎样都可以写到东西出来 考试之后 像你讲 我要拿A++ 肯定不只是明白嘛 这样 其实当然 里面我也是会 会跟你解释那些 可能你需要拿A++的那些 剩下那一点点 那种Facts啊 对你懂那些细节啊 我也是会在课堂里面 讲那些细节出来啦 而不是大概讲哪些内容 所以这些细节 你能够明白 去听课堂去记住的话 其实拿A++也不难了啦 所以这个就是我通知班的特点啦 那最后呢 我就想说这一句话 就是 今天和我学历史 A++应在成绩值 嗯 不错啊 蛮哑韵的 好啦 那我这个 这个 怎么说 这个课堂介绍呢 还有自我介绍 这个重置班的介绍 就到这边为止啦 那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 就欢迎你 快点快点快点 来报名这个Facto 啊 从头到尾 SDM重置班 就希望从Facto开始 就能够把你 把这个时间搞好啦 那如果你 觉得 你是需要 做一个是Facto 的话 或者有朋友啊 各个姐姐啊 是要 那个Facto 重置班的话 其实我也是有教这个Facto 这个Facto 从头到尾SDM重置班啦 那当然也是可以去联络这个Facto 再从头到尾SDM重置班 好啦 讲到这样多 那今天就到此为止 记得哦 如果觉得不错的话 真的要报名哦 那我们就到此为止啦 希望我能够在这个 重置班见到你们啦 拜拜